今天的经文有两处 是在启示录的17章14节和2章10节 弟兄姐妹 你们在家中可以翻开圣经 或是照着屏幕上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诵读 这两节的经文 启示录17章14节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 就是蒙昭被玄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2章10节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失恋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悟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今天的经文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恭请格牧师 来为我们证到今天的题目是 得胜者的呼召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大家再一次的一起来敬拜神 我想我们这里好像是连续剧 通常都是看了这一集 忘了上一集 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讲的得胜者的呼召二 还记得讲什么吗 得胜者的呼召二 我们提到说 这个得胜者的条件 是不是 得胜者的条件 然后我们也讲到 这个得救的第一个条 得胜者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蒙召 还记得吗 那蒙召我们记得讲过说 这个蒙召不是指的是呼召做传道人的那个蒙召 是指的每一个神的儿女 只要我们信耶稣的 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 从万人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的 那么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 大家需要常常的来问我们自己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弟兄姊妹 如果你今天晚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 你确定你会进神的国吗 请你注意 我不用天堂这两个字 因为天堂这两个字 很容易让我们误会 圣经上其实比较多用的这个用词 是讲的天国 就是神的国 所以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确定你会进神的国吗 这个问题 关乎你很重要的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要有得救的确据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的就是说 那么你进了神的国之后 要做什么呢 有人说敬拜 所以大家都应该再参加敬拜团 敬拜团都找不到人 好 那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将来到天上去 就是敬拜吗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可能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你可能对这个问题不清楚 所以因为我们对将来的事情不清楚 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活着 就没有盼望 就这么简单 你会发现很多人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 他不去去的追求 他也不在教会侍奉 他在教会里面就是坐在那边聚会 为什么呢 那跟他的观力有关系 因为他没有知道 他不知道说将来要做什么 将来进神国之后做什么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已经拿到了天堂路产卷 还要做什么呢 不需要做什么了 就坐在那边聚会就好了 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多可以追求的 有股票市场 有这个金钱 有房子 有这么多都可以买 现在利率这么低 赶快买房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 告诉你说 你要来追求我 我要来吸引你 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到将来的天国呢 那个是好像很遥远的事情 但是弟兄姊妹 你对将来的事情的看法 观念会影响到你在地上如何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花 一年花了三次的时间 我们要谈到得胜者的呼召 弟兄姊妹 因为神的心意 神造人的目的 不是只是要我们去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玩耍 神造人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来管理 请记得 神要我们管理 天上地上海里的 所有一切的都交在我们手中管理 而这个呼召 不是只有针对 不是只有给传道人的 这个呼召 是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 Amen 好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都讲到 这个得胜者的这个条件 第一个是蒙召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还记得 上礼拜可能你大概都忘掉了 但是还记得那个海豹部队吗 还记得那个美国的海豹部队吗 美国那个特种部队 把那个Binarden拿下来的 这个在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战役里面 他们去立了这个奇功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海豹部队 他们是这个什么 他们是 就好像今天天国的特种部队一样 他们是被拣选的 他们是经过操练的 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信耶稣到 牧师你何必那么严肃呢 你何必那么要认真呢 我们聚会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不必要弄那么辛苦嘛 做牧师做不需要做那么辛苦啊 早上还要承祷 承祷还牧师们还在一起祷告 祷告还做这些 做那些 可以做轻松一点 弟兄姊妹 没有人喜欢过苦日子的 我们都喜欢过轻松日子 是不是 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 我也喜欢过轻松的日子 弟兄姊妹 上帝要呼召的 神所呼召的 神的儿女们 神的心意 不仅只是要我们 只是做基督徒 不只是要我们得救而已 神还要呼召 从祂的儿女中间 祂还要给我们看见 你要追求 要成为得胜者 跟主一起来做王 因此在《启示录17章14节》里面 讲到了这三个条件 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到 忠心 你可以看见 蒙召跟备选这两件事情 坦白讲 都比较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是神呼召 甚至是神兴起难处 兴起苦难 来磨练我们 今天很多人可以选择我 不要受苦 是不是 所以去伊拉克 去中东短新 那不是我的事情 Don't call me 不要叫我去 要出去到 Wilson Park去传福音 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现在这个COVID-19这么严重 出去不是万一染病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考虑 其实圣经上说 你凡立志进前度日的 必要受逼迫 换句话说 你要躲避逼迫 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 你不要立志进前度日 我不要跟我的邻居传福音 我不要跟我的朋友传福音 我不要跟我的父母亲传福音 我不要跟他们谈这些东西 为什么 一谈他们就会 我们就会吵架 或者是说我们就会关系不好 我何必呢 兄弟妹 所以你的家人没有得救 你的朋友没有得救 你的同事没有得救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从来不跟他传福音 将来有一天主在审判台前 都要审判 主要我们经过这个蒙招 这个本写 其实很多时候是神的工作 但是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可以去操练的 就是忠心 什么叫忠心 忠心 大概我们一般 通常比较传统的 我们会讲 这个人很忠心 有没有 什么意思 这个人 你办事 我放心 为什么他办事你放心呢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今天 出去旅游 你家里面大概一个月 我不会在 甚至我们知道 有些弟兄姊妹 他可能一年当中 大概只有几次 才会回到家里面 那这个家要谁去 他交给谁呢 这一个人很重要 是不是 他要交托的 这个人就很重要了 他一定要找什么样的人 忠心的人 忠诚可靠的 所以忠心 这一个字 在原文里面 这个字 他是有信实的 可靠的 值得 信赖的 所以英文版本 就把它翻成 Faithful 这个人 很Faithful 或者是 他是 Trust Trustee Believe 他可以被相信的 所以这第一个意思 忠心就是可靠 忠心就是信实 忠心就是忠诚的 所以圣经上里面 讲到说 耶稣是那个 忠信的大祭司 那个忠信就是这里 或者神是信实的 就是这个字 所以用在神上 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 什么叫意思 神是信实的神 英文歌里面 我们说 那叫什么 你信实 对不对 你信实 何等广大 是不是 那英文怎么说 于康 How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是不是 当我们说 这个人 他很信实的时候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相信他的 你可以相信他的 他不会骗你的 你交代他做的事情 他会做好的 这是神要 叫我们忠心 这是第一个意思 所以圣经上里面讲说 神看 神看我们的内心 不是看我们的外貌 有没有 但是你看见 这个世界的是怎么样 这个世界是看外貌 所以你今天找工作 第一件事情 先要长得好看 所以这个韩国 我们都知道 韩国几乎可以说 可能十个 不敢讲说有九个 至少有五六个 他都不是真人 都经过整形的 不仅仅是铝的整形 蓝的也整形 为什么 在那个文化里面 如果你长得不漂亮 你就没有办法找工作 这种风气 寒流 吹吹吹吹吹 也吹到咱们中国来了 现在中国也是 整形的厉害 找工作要整形 找对象要整形 所以你都要搞清楚 他到底 他是不是真的 到底这个鼻子 是真的鼻子 还是假的鼻子 对不对 世界上的人 现在整个世界 都是一样 这个西风东剑 是不是 都一样 美国是领导清雄 你可以看见 在美国里面 这个卖这个 所谓的beauty supply 那个这是 很大的一个市场 人看外貌 但是神看内心 人看才看 但是神看品格 现在中国是不是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 受到这个 外面世界的影响 甚至我们基督徒 也是如此 对不对 可能教会很多时候 我们会不会 也不知不觉的 我们在找一个 同工的时候 我们要找怎么样 我们要找 这一个比较怎么样 有恩赐的 我们要找一个怎么样 比较有社会地位的 比较有知识的 就是我不是说 这些东西不重要 但是什么更重要呢 品格更重要 今天你培养你的孩子 做父母亲的 你想把他培养什么样 一个孩子呢 你想把他培养成一个 哈佛毕业的吗 最近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弟兄 告诉我说 他的儿子 不是我们教会 弟兄 不要对号路照 告诉我说 他的儿子 刚拿到麻省理工学业 博士 哇 我想这个做父亲的 这个一定是很高兴 一定是很proud 这个儿子 是不是 当然了 感谢赞美主 他的儿子 能够 这个华人的儿子 能够拉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这是不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为他高兴 感谢赞美主 但是留住我在想说 那如果 这个儿子 有博士学位 但是品格不好呢 我只假设 你会发现 我们很少去 去注意到 内心的东西 但是神看内心 神不看外貌 大卫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圣经上里面讲的 大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都非常喜欢大卫 大卫他这个 清晨早期的祷告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圣经上这样称呼他 但是你知道吗 当初大卫被选 被选的时候 还记得吗 他们到大卫的家里面 去找的时候 找到谁 先找到大卫吗 不是 先找他的哥哥 对不对 因为哥哥都高头大 这个身材魁梧 要做君王的 一定要找这种 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吗 大卫之所以被上帝使用 在圣经上里面 撒摩尔记上 十七章 这里是一个形容说 大卫对扫罗说 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候来了狮子 有时候来了熊 从群中咬了一只羊羔去 我就追赶他 击打他 从他口中把这个羊拿出来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讲什么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看见 大卫从小的时候 父亲叫他去放羊 想想看 假设是你的话 父亲交给你去放羊 然后老虎来了 狮子来了 把这小羊羔就丢走了 你怎么办 跑啊 是不是 大卫不是啊 大卫怎么样 当然一方面 我们说大卫很勇敢 对不对 但是大卫怎么样 大卫冲啊去追他 他死都不怕 这叫做中心 他要把那只小羊羔 都要把他救出来 这个叫做好牧人 喂羊 怎么样 舍命 所以大卫被上帝选召 第二个意思 一个人 他被人家可以信靠 因为他是 faithful 这是圣经上里面 讲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中心 是什么意思呢 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 讲到那个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的那个故事吗 还记得吗 那么五千两 两千两的 他们都去 这个做生意赚钱了 因为主人交代他们 对不对 那么一个赚了五千两 一个赚了两千两 是不是 请问那个一千两的呢 那一千两的 结果呢 他没有 他没有拿去做生意 他一千两 继续地放在那个地方 他连银行都没有去放 虽然利息这么低 他就藏在地里面 所以主回来的时候 主责备那个 说又饿又懒 但是主称赞那两个 那个一个五千两 一个两千两 称赞他们说 说什么呢 说良善 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有没有 在原文里面 其实 这个良善跟忠心 这两个字 事实上是二而一 二而一的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良善 是在解释 这个忠心 那这个良善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良善 这个字在 路加福音 第十章四十二节 把它翻译成 上好的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 福分 所以这个良善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好的 那丢姊妹 因此 什么叫上好的呢 就是我们 古书里面 中国的古书里面 书文解释讲说 中 敬也 敬心 月 中 那么 朱熙在这个 《四书集图》里面 也说 他说 敬己 之谓 中 Do your best 英文讲说 Do your best 敬你所能的 所以什么叫中呢 敬你所能的 那个五千两的 他敬他所能的去赚 所以他赚了五千两 两千两的 敬他所能的 去赚了两千两 那一千两的呢 他根本没有努力 丢姊妹 这个观念太重要了 我记得当我在 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林院长讲了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们当时其实 我们听是听 但是不是很 坦白说 不是真正听进去 直到幕会当中 越来越深的感觉到 这个真理太重要了 有一次我回台湾去的时候 帮一个牧师按摩 那么这个牧师按摩 这个牧师是林良堂的 一个传道人 在幕会了大概几年之后 教会替他按摩 那么他请了这个 林良堂的主任牧师 周成柱牧师 然后请了另外一个 有名的牧师 然后又请了一个什么什么 我就不想他们名字了 但是他也请了我去按摩 因为我是他 以前在他年轻读大学的时候 我是他的辅导 但是我跟这几位有名的牧师 大牧师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台湾教会的那一种 那种所谓的成功的那种的氛围 所以听说这个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千人教会俱乐部 当然这个是有点开玩笑 我不认为他们是真的叫组成 但是就是有一点这么意思 就是说你教会是一千人以上的牧师 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一个一个association 或怎么样子 所以我碰到我以前的有一些同学 他们在乡下幕会的或者在比较小教会幕会的 他们都很自卑 为什么呢 因为跟这些同学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大家一问你教会多少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难过 所以干脆不去参加同学会 那我是一直在做宣教工作的 所以我当时候回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并没有这个在牧养教会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好像 是不是他们觉得我是 好像我是nobody 所以好像感觉我有点被 被这个冷落被孤单的感觉 但是感谢赞美主 当我想到说 主啊是的 你将来有一天看的是什么 是看那个中心不中心的 你并不是看你的教会多大多少人 就是为世界上的人 都是看这些东西对不对 所以有一次我到北京去 每一个人名片递出来都是总经理 要不然董事长 再半天就是总监 或者总管 都要一个总就是了 非总 非总就是几董 其实有的一家 你家 你的公司里面多多少人 他就是他跟他太太 每个人都要做老总 每个人都要做老董 就是这个世界 把我们的观念塑造成 你不 这个就叫做成功 但是神不是如此 有一天上帝审判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现在就问什么 美国据说是最大教会的牧师 叫做Joe Austin 他们教会在德州 大概三万多人 他写了几本书 很畅销 活出美好 十几年前我就听到在台湾 他们说这是台湾最畅销的一本书 甚至很多教会把这本书 当做是他们童工的必读之书 甚至是当做是一个所谓的 大家讨论读书会 Fabon popular 顾丁里面有他的节目 现在听说在国内 也很多人很喜欢听他讲道 但丢之妹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有确实的 在他的一次的这个video 他的讲道里面 他替自己再做一个辩解 他说有人说 他是prosperity 这个gospel 他说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prosperity 但是我知道圣经上 神告诉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要给我们这个abundant life 他指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对不对 主来了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不是 我想稍微受个神学训练 都知道这段圣经在讲什么 你如果用这段圣经来讲 这一个所谓物质丰富 这是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 那你真是圣经太不熟悉了 可是因为他很有名 他教会很大 所以他今天讲的东西 今天他讲出来的 可能别人相信他不相信我 丢之妹 整个美国 甚至整个世界 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么所以叫做牧师 都要做这样子的牧师 你愿意做另外一种 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吗 他的名字叫做William Borden 我曾经提过他 哈佛大学毕业 很优秀的 父亲很有钱 是一个富商的儿子 父亲要把钱 财产都给他 事业都给他 他不要 他说他要去宣教 结果他想要到中国的穆斯林 到甘肃的穆斯林去传福音 可是他那时候 就是要先去读语言 所以到了埃及 去读阿拉伯文 结果就在那边 得了老摩颜死了 当他死的时候 他才 确实我还记不太清楚 24岁还26岁 William Bord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问有一天到天上去 你觉得William Borden 会坐在主耶稣的旁边 左边右边 跟他一起同长王权吗 你请问你觉得说 Jill Austin 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 他会坐在主耶稣的 左右左边右边 跟他一起同长王权吗 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我也不是去教训他 我只是希望让大家看见说 这一个可能在今天教会界里面 大家可能根本很多人 连William Borden都没有听过 但是很多人听过 这一个牧师的名字 大家一定觉得 这个牧师才是一个 最属灵最讨诚喜悦的 有一天你会有亚裔 很发现 不一定 罗杉矶有一个教会 这个主任牧师是 过去是做生意的 是一个生意人 这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我就听说 他就用公司经营的那个方法 来经营教会 所以他的区牧 他跟他们讲说 他说 你们如果在今年 你的牧区增长 我不知道他知道增长多少个 所以这个 收习人数50个 假设 我就收你一部车 哇 他不是开玩笑啊 因为他过去做生意 他很有钱的 弟兄姊妹 这个 教会可以这样做 当然这个是比较有点离谱 这个比较有点 这个比较算是一个特例 我还比较少听到这样做法 但是今天教会用世界方面的做法 在教会里面做的 可以说是大大 比比皆是 现在就准备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教会里面 evaluate一个牧师 我记得以前 有一个教会 那个牧师 教会evaluate他 给所有的同工 所有的长职 每一个团企的leader 受到你伤害 伤害意思是说 讲话伤害 等等等等 列了几乎可以说 大部分他都不好 这还算客气了 我知道有一个教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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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 主折的这个长老 他也是一个 很有钱的生意人 根本教会就是他的 所以牧师都要听他 所以他的主人牧师 接连两个三个 我知道我认识的三个 通通都被他辞掉了 什么辞掉了 就很简单 就是 我跟你的约到了 三年到了 走人 就准备 这个叫做世界 如果教会 用世界的方法来 教会就变成世界 上帝 如果 保罗说 他说 我也不论断我自己 当然你会说 这个当时 细节很多 我就不仔细在这里讲了 但是我要让弟兄姊们 了解一点就是说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不懂圣经的原则 不懂属灵的原则 我们只有向这个世界求救 说 告诉我 我们该怎么样子 来治理教会 该怎么样子来管理 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来乱教会 那就是教会堕落的开始 那么 忠心重不重要呢 不重要 今天 今天这个社会 干嘛忠心 丈夫对太太不忠心 太太对丈夫不忠心 儿女对父母亲不忠心 父母亲这个 做丈夫的很多 做父亲的很多 抛家弃子的 这种大度太多了 这个社会哪有什么忠心呢 国家也是一样 很多的领导人 甚至很多的这些 这些人给做总统的 把这个 把这个钱 通通弄到自己的里面 就准备 忠心重要吗 我来美国的时候 有人就告诉 一个观点说 他说在美国 其实你跳槽 你换公司 换得越多 表示你越行 这倒是蛮稀奇的道理 但是他并不是 没有道理 所以形成一个结果 royalty没有 张脸慕斯 从日本来知道 日本人非常忠心 一辈子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从这一点来讲 忠心我们应该跟日本人学 在北美 其实忠心是很淡薄的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所求于管家的 就是要他有什么 忠心 在这里讲的管家 你不要把他当成 就是一个打工的 一个怎么讲 一个用人 不是 这个管家 就是主人不在了 他把家里面 所有事情 通通交给他管 那这个管家 当然 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 针对这些祖传道人 他同样的 也是对我们 每一个神的儿女 弟兄姊妹 你我 都是神家里面的管家 你至少 是你一个家 可能是主托付给你 可能是 一个公司的 某一个小部分 主托付给你 或者是 你所经营的 你所带领的几个人 主托付给你 主在为你说 你做管家的 你要有忠心 那么教会也是一样 神的家 教会就是神的家 神要我们 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保罗他自己 说 他说 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 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保罗提到 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 他说 主耶稣 用他 要他来服侍他 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忠心 弟兄姊妹开庙 他没有提说 保罗没有提说 因为我 希腊文很高 比彼得高太多了 彼得那个渔夫 他的希腊文 这个文法 都有点错误 我知希腊文 不精通得很 保罗都完全没有提这些东西 保罗只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基督之所以 用他来服侍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 非佛 因为他可以信靠 因为他忠心 我们有一个朋友 在国内 他生意做得很大 后来 这个师母带领 这个姐妹 在他不信主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就带领他 做接受主 成为基督徒了 那么这个姐妹 有一天就打电话来 跟师母讲说 她说 可不可以帮忙找 找我们家女儿 帮她能够在他们的 LA的公司里面 做管账 我们小孩 我们那时候 这孩子 他们有自己的 一些的 这个志向 方向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不行 他那时候好像 有去短宣吧 那他后讲 什么问题呢 原来他们在 LA的分公司 从上面 最顶层的经理 一直到会计 全都一起 在那个地方 把公司的钱 一步一步的 就是想尽办法 把它花光 用公司的钱买iPhone 每一个人买一支 都是最新型的 就是用各样方式的 那种的方法 就是罗用公款 弟兄姊妹 你放心 找这样子的人 来做你的经理吗 陈蒙他看得起 我们女儿 弟兄姊妹 神的家 也是如此 神的国 神要忠心的人 今天我们读的 这一节圣经 是斯美拉教会 主对斯美拉教会 讲的 斯美拉教会 是一个没有被主 责备的一个教会 斯美拉教会 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所以主说 你要致死忠心 是美拉教会 可以说 门人都是 这个得胜者 这个教会里面 主呼召他们 这些得胜者 告诉他们说 你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好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 来忠心呢 圣经上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二十一到二三节 讲说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 派你管理 所以在不多的事 跟小事 那个 路加福音十六章 讲到 讲到这个地方呢 讲到什么 讲到小事上 忠心 就是什么叫小事 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讲 但是我们看见 这个 有一个 俄罗斯的 一个俄罗斯的叫做 他的名字很长 全名讲完的话 这个时间花太多了 我就讲他后面的 叫做 罗蒙洛索夫 OK 可能他是谁 你不太清楚 他是这个俄罗斯 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 这个 等等等等这些 那么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不会做小事的人 也做不出大事来 那么 类似的话 其实 有不少人讲过 我们中国的老子说过 他说 天下大事 必做于戏 就是说 你要做天下大事 从哪里开始 从那个戏 小的事情开始 曾国藩 清朝的曾国藩 也说了这么类似的话 他说 天下大事 当于大处左眼 小处 下手 那么南朝 我们中国 南北朝 有一个 这个 一个 一个政治家 一个史学家 这个南宋的时候 叫做 范业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一物不少 何以少 天下 绝 你一个物 怎么样 都不少 你还去扫天下 意思就是说 你要扫天下 你先把你的物质 扫干净 我们中国人 我们从小也略过一句话 叫做 一事之不治 何以 天下 不是平天下 何以什么 何以 治天下 或者是 何以天下为 好 something like that anyway 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 你要去管天下大事 结果你小事情都不会做 你小事情都不好好忠心 主耶稣在这里 你连续地告诉我们说 小事上忠心 才会把大事托付给我们 不多的事给你 你说我现在居家毕业 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牧师啊 我没什么事情可做 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 你现在在做了什么事情吗 对了 我们这个影音团队说 来帮忙做这个音控 来帮忙做影音团队 是不是 你说 哎呀 那个太 这个大才小用了吧 我这个人是要做大事的 弟兄姐妹 你小事不会做 对不起 大事轮不到你 你会不会把一个 从外面刚来的 听说他在外面的教会 做长老 做执事 你就说 好 欢迎你来 来 请你在我们主日讲道 也许有的人会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 我不知道 我没看过 对不对 那如果他今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他从一些小事当中来参与 来参与服事 自然慢慢的大家都会接纳他 所以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 约瑟在小事上忠心 约瑟他在这个波提法 这一个法老的这个一个首相 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 圣经上说 这个波提法 把家中一切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他 弟兄姊妹请你记得 约瑟是到了埃及 他不是在自己的国家 不是在自己熟悉的 他还要学埃及的文字 是不是 他从来没有去管过这个家 他很多东西要学的 但是他一个一个的 他从小开始 从这些小事情上忠心 所以 波提法会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他 当然后来你就知道 那个波提法的太太勾引他 所以他就被 这个 这个 关到监牢里面去 等等 最后神一路上面 把他 这个带到作为埃及的宰相 那么 所以 忠心 有一个在公司里面做过什么 他自己说 他自己以前的公司 这个弟兄的名字 我都不晓得 因为我在 网上看过了一个他的文章 他讲说 他的title叫做 国际业务部资深处长 在他的公司里面 可是他说 他到了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 他说他并不是 一开始就去站讲台 讲道 教主学这些 他说他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 做什么呢 虽然他在公司的title这么大 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 做帮忙 师哥 那个敬拜团 师哥的那个师哥库 你要知道 这个几十年前 那个我们都是用投影片 有没有 那个用投影片 一张一张去把它印出来 然后再把它存档 这样子的 这个 这些的都要去用那个复印机 不是现在这种 现代那种复印机 是还要去游印的那种的 他说都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 花了很多的功夫 把教会的师哥 档案库建立起来 兄姐妹 所以 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 这个在小事上中心呢 有两件事情 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如果今天 你要找同工 如果今天 你要找小组长 如果今天 你要找那些 愿意服事的人 这两件事情先看 第一个就是聚会 看他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 门讯 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 有的人常常不守时 你很难去托付事情给他 尾声 第二个 尾声 尾声就是事情上讲 持守 有的人啊 来参加 哎呀 参加了两次聚会 参加了两次门戏 参加了两次族学 不来了 有没有 有的人来教会聚会 参加小组 参加一次两次 不来了 就是说你没有尾声 你没有尾声 主怎么能够把事情委托给你 所以感谢主我们 看到我们教会里面 有好多弟兄姊妹们 是尾声 愿意尾声的 我看到我们每一次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林良桃的城导 我看到有一些姐妹们 他们已经参加城导 参加了十五年 二十年 他们每一天 不是偶尔的 他们每一天 风雨无阻的 有时候传道人没有 我们教会有经历过 没有传道人的时候 他们仍然这样子 忠心的在教会里面 在那边祷告守望 我们教会开始 很多的团器 群主开始发这个 导读经文 是不是 那我也看见 有很多团器 就是大家轮流 今天你轮流一个月 他轮流一个月 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们 忠心的在那边 每一天就在那边发 就在那边发 在那边发 弟兄姊妹感谢 赞美主 你不要以为 这个是小事 在小事上忠心 主就把大事托付给你 很多人在公司里面 在外面世界里面 做官很大 做的职位很高 所以他不屑意 在教会里面服事 为什么 教会的这些 小事 花点钱就解决了 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弟兄 我们去墨西哥去短宣 他说 哎呀 干嘛跑去那边短宣了 我们奉献去给他就好了 他以为有钱 就可以解决一切了 他觉得跑到墨西哥 那么脏 那么平民区的地方 哎呀 开车开那么远 那么辛苦 浪费时间 浪费 我这些时间 我可以赚很多钱 我把这些钱 奉献给他们就好了 兄姊妹 神的家需要维生的人 好 第二个 我们要在神的家维生 好 摩西 他是在神的家 全家尽忠的 圣经上这样讲 那么耶稣 在希伯来书提到说 他为那设立他的 就是指天父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 你看没有 摩西被把他提出来 作为一个比例 如同摩西 在神的全家 尽忠 这个家 就是指的教会 就是为今天 在这一个没有尾声 没有这个中心的 一个世代里面 很多的时候 形成的 有一些的基督徒 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寻回信徒 或者是说 是消费的信徒 消费的基督徒 聚会聚餐 哇 你看人山人海啊 一个小组平常聚会 十五个人 一聚餐可以来个 五六十个人 但是聚餐完了之后 就都不见了 有些小组 离去看 聚会人不少 但是主义崇拜一看 奇怪 这个小组 怎么都没有来 去参加主义崇拜 兄姐妹 在我们教会里面 如果不是尾声 在教会的 不能够让他 做小组长 不能够让他 在教会里面 做任何带领的服事 我今天公开 要讲得清清楚楚 一个没有尾声的人 他不配做 教会的leader 可是这个事态 觉得无所谓啊 是不是 甚至有人说 你看他们教会 没有这个小组 他们教会没有门序 来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给他一点吃的嘛 对 我很好 我也愿意分享给大家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我希望说 他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来这边受了门序 你是要来服事的 你要在哪里服事啊 你在琳琅堂服事吗 对不起 不行 这样子我们偷羊了 是不是 而且其实你别的教会人 来到我们这边 来接受我们的门序的时候 其实你的观念 你的想法 最后被我们训练的 要跟着我们教会一致的 这是我们门序的目标嘛 我们不只是一个上课 教一套的理论知识给你而已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尽忠 最后 我们要在神的话 来忠心 今天神的话 在美国已经是 渐渐渐渐渐的 不再是多数人的 所遵循的 根据一个调查 美国有 百分之 九的 非基督徒 他们认同 所谓的圣经世界观 那这个圣经世界观 是这个 就是强调 就是圣经里面 根据圣经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这些圣经的世界观 包括价值观 只有百分之九的 非基督徒 全美国 他们认同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那你说 基督徒应该都认同吧 不 基督徒呢 也不过好一点 有百分之十九 他们认同 圣经的世界观 最近美国的一个 很大的 最大的教派 最大的信议会的教派 叫做 美国福音信议会 他们在他们的推特 跟他们的Facebook里面 就post了这么一段的 祷告文 很有意思 他祷告文是什么 他说 Mother God You have fed us with the nourishment of your spiritual food 他说 Mother God 请问 我们信的神 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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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的 还是女的 这是一个神学问题 到底是 OK Our Father in Heaven Right 他今天 把他变成是什么 他是 Our Mother in Heaven 变成Mother God 所以他一post出来 很多的一些教会的 其他教派的 或者其他教会 就抨起 他就是 说你们怎么这样子 其实这个教会 不是今天才这样子 他以前 之前 大概是 大概五年前 可能甚至十年前 他就已经是 在他们的总会 已经接纳同性恋 可以安立同性恋的牧师 就是这个教派 所以当一个教会 当一个教派 对神的话 开始打折扣 对神的话 开始怀疑 甚至不照着神的话 去行的时候 这个教会 基本上 它已经不是 主的教会了 但听着神的话 是不是你 行事为人的标准 神的话 是不是我们小组 是不是我们团契 是不是我们教会 行事为人的标准 你说我不会像他这样 我不会去 离谱 倒是Mother God 你可能不会那么离谱 但是你有没有 照神的话去行呢 神的话 是不是你 行事为人的标准 这个问题 你可以仔细的 去问你自己 神的话要遵守 神的话 不是仔细去读 神的话 不是仔细当中 是一个知识 神的话 是要尽手遵行的 美国最高法院 在2015年的时候 以这个 五票对四票 通过了所谓的 同性婚姻合法化 所以美国 同性恋 从此在所有的州 不管你各州 自己立法 不可以同性恋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 就把你这个 把它怎么样 把它翻过来 所以美国 一个民主的国家 这个五票对四票 就决定了我们 所有美国人的命运 你觉得这个民主 好吗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民主 这个制度 是一个evil 但是今天美国人 把民主 当作是一个什么 好像当作神一样 把民主当作是 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制度 当作是一个 好像是我们 中美国人 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最骄傲的一个结果 就是今天 美国的疫情 是全世界number one 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不对 我有自由 我可以不戴口罩 你敢管我 那最高法院 在今年的六月 十五号又来了 他们以六比三的 通过 保障所谓的LGBT 他们的这个工作 就职不受到歧视 你说应该啊 他们也是人 也应该 对 可能你单单看 我没有时间讲太详细 但是这个案例的发生 是因为有一次 有一个教飞行的 跳伞的 一个蓝的 那么他就 跟那个他教的 一个旅学员 就跟他讲 他说 You don't worry 他说 你不要担心 等于这个 我飞行的时候 会把这个 你跟我绑在一起 你不用担心 他说 因为我是一个gay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说 我虽然是 你看我是蓝的 对不对 但是是什么 我其实 我里面是女的 结果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的 她的先生 知道了之后 就去告法院 说这个 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最后 他们公司 就把他fire掉 所以就从这 他就开始上诉 所以就这样子 才会产生 这个法案出来 所以你了解 这个背景 你就知道说 所谓的保障 其实 如果真的 今天一个蓝同志 教你的太太 两个人绑在一起 一起在那边飞行 你愿意吗 所以弟兄姊妹 美国今天 这个地步 不仅仅是这个社会 不照着神的话去行 而且教会 也不照着神的话 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因此 亲爱的兄姊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教会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赞助 千万不要用世界的 用社会上面的 用这些其他的方式 想要来代替 代替神的原则 Unfortunately 美国教会也正在走上这条路 所以许多时候 教会也是用民主的方式 来治理教会 用民主多数的决定 代替了祷告 寻求神的旨意 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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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了上帝的话语 我的意思 一点都不反对 教会应该有法规 应该有这个法规 应该有一些的规矩 In fact 事实上 我非常看重这些的规矩 但是当这些的规矩 跟神的话 之间有矛盾 有冲突的时候 请问你听谁的 你是法规神 你还是法规人 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 在你的家庭 在我们上太多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回到 主啊 你的话怎么说 所以做丈夫的爱妻子 为妻子舍命 做弟兄的 每一次当 有时候可能太太 确实有时候 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 不理性的一些反应的时候 你要想说 主啊 我要为他死 不是说撞墙死了 就是那个急 那个心里面 想要讲道理 心里面想要 想要发脾气 心里面的急要死 这时候你就能够 忍住脾气 你就不会生气了 否则你可能说 你怎么不顺服我啊 那同样做太太的 你说 你都是讲这个 做太太要顺服丈夫 为什么丈夫不顺服太太 对不起 我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啊 对不对 圣经讲丈夫要爱太太 但是圣经上是说 做太太要怎么样 要顺服丈夫 所以每个人要学的功课不同 其实结论都是一样 都要舍己 没有哪一个比较容易的 来你做男人看看 你做丈夫看看 你做太太看看 说哎呀 做太太多好 只要会少饭就好了 不是那么简单啊 所以既然弟兄姊妹 时间不多了 没有时间了 但是我要说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是做一个 忠心的仆人 在地上操练忠心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主啊 人的话 会结束 但是主啊 求你圣灵 在我们心中 不断地说话 让这一个真理 真的是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 更是我们实际上 每一天生活当中 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面 我们操练的一个 很重要的品格 操练成为一个中心的 可靠的 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可以交托给我们的 可以把神国大业 交给给我们 可以把建立天国 可以把建造教会的责任 托付给我们的 主啊 求你在我们灵梁堂 兴起这一般的弟兄姐妹 不是只是头脑知识 不是只是会说 而是用我们的生命 要来捍卫你的话 用我们的生命 来见证你的道 求主保守我们 做一个中心的仆人 一直到建里面的时候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各牧师的信息 愿我们弟兄姐妹 都以神的话 为我们生命的标准 从小事做起 在自己的家 在工作场所 还在教会中 我们忠心持守到底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 有两件事情 向大家宣布 第一个是 我们宣教委员会 所办的这个 网络研讨会 还有最后一次 是在这一个星期六 的早上11点 到中午12点15 使用Zoom的平台 大家可以 在教会的网页 在Mission下面 可以看到这个的连结 另外一件事是 在关于儿童事工 他们有一个网上的问卷调查 因为儿童事工计划 在9月开始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并且预计在10月31号 星期六 举办丰收节庆的活动 为了使儿童事工 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所以会有网上的问卷调查 务必请家长参与 可以在下个主日 8月16号之前完成 那这个survey是在教会的网站上面 请几点儿童事工首页 就是children's homepage下面的 children ministry survey 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报告 那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这里 我们可以从家中起立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最后我们的事情 请各牧师为我们祝福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亲生妹请我们一同 平行心来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是你的感动交通和充满 常与我们每一同在 也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持守忠心 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 再回来的日子 阿们 因为 因为 瓜渡全病 的荣耀 全是佛的 到永远 阿们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 就到这里结束 请末道之后上会 我们下个礼拜天见 第二十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